大家好,我是云飞 目前我已经更新了三期有关串流的视频 如何安装商讯加moreline 如何配置,如何在公网串流 如何使用DDX Go解析域名 相信你们已经可以满足自己的基本串流需求了 那么,如何在这个已经非常不错的基础上 获得更加适配自己的版本 是的,因为这两个都是开源的项目 所以他们有很多第三方的版本 而且都解决了一些痛点问题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送毕业套餐了 有基地版的三顺,众多魔改的moonlight 而且主机玩家要的虚拟显示器的解决方案 这次也刚好一起过来 那么,点赞收藏支持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是基地版的三顺 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实际的使用 好,我们来看 注意后面屏幕的效果 我们点击 窗流 你看 现在是一个对应的分辨率 对吧 而且背后的屏幕是直接按下去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结束点 然后在这里 点击退出窗流 你又会发现 后面的屏幕又亮了 这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细屏 细屏窗流和窗流结束后 然后物理屏幕再亮起来 这是我调整的一个桌面 这是手机 红米的TOP3 我们点击窗流 注意 它也是同样的调整到了 对应的分辨率 是不是特别赞 而且这个壁纸我都是用的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一个是自动切换显示器 另一个是自制应不同的分辨率 但你们没有看到的是 还有自带的虚拟显示器功能 在切换窗流的时候 可以关闭物理显示器 或者直接复屏开启 是不是非常酷呢 那么交个学费开始教学 首先大概率看到这期视频的朋友 都安装过上去 所以不必担心 不需要卸载 但如果你之前安装了虚拟显示器 那么你需要把它卸载 并且删除相关文件夹 比如VDD IDD 然后重启一下 注意这点非常重要 前往要操作一下 避免安装了软件之后黑屏之类的 虚拟显示器的位置在C旁 然后这个IDD开头的这个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全部删除掉 路径是电脑管理 然后进入计算机管理 然后我们进入设备管理器 然后再找到显示器管理器 然后这个这里需要卸载掉 然后最后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需要重启一下电脑 这里一定要重启一下 然后我们开始安装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安装 GD版的删卷 你们可以从我的链接下载 也可以直接从官方的链接里面下 官方链接有可能 有部分人可能上不去 我这里是把删卷全部卸载掉 然后重新给大家安装 如果大家是从官方版的删卷安装的话 应该会弹一个弹窗 那里选择否 选择是的话 它会把原有的一些数据给删除掉 我们选择否的话 就可以继承到原来的一些数据 然后这里黑屏两下的话 是因为安装虚拟显示器 GD版是自带虚拟显示器的 这个是正常现象 完成 它已经我们可以打开它 它有一个禁用虚拟显示器 按旋启动 然后现在是等于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重装的 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去设置一下它 那可以选择原选为前提转网 然后两次保存重启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重启一下删卷 然后就是整体都是简体中文的了 配置方面 油机手柄这些都可以默认 然后这一块 目前这里都是选择的 这些 然后这边可以添加内容 我们先设置好其他的东西 UPNP起用 IPv4加IPv6 然后公网加密 请用 然后其他方面 这边是没有什么需要改的 然后三绚里面关于虚拟显示器的设置 我们也来看一下 适配器的名称就是 我们用的虚拟显示器 它是用什么东西 是用核显 还是用独显 这个一般的话 它是默认的设置 它是基础的 我们要选择4070 就是选择我们的独立显卡 然后输出的显示器指定 这个的话就是指定我们创流那个虚拟显示器 这样就可以适配不同的分辨率 然后我们要做到吸屏创流的话 我们就选择这个禁用其他显示器 只启用指定的显示器 然后如果我们要做这个现实世界里的一个副屏 那么我们就选择自动激活指定的显示器 然后分辨率调整 这个就使用我们客户端分辨率的一个调整 然后这个优化游戏设置 这个的话是基本上是一个默认的 然后下面的这些看你自己的需要 这个是一个调整到对应的刷新率 下面的是调整到要求的HDR 那这个设置就是一个最优的设置 就是我们这套的最优设置 然后大家也可以先试一下 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添加虚拟显示器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设置对应的分辨率 它才能成功的创流 比如说现在我们创流一下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那你看我现在设置的是原生的 32×14 然后帧率什么的也是拉到最高的 好 现在我们创流一下 现在是没有设置 在三选那边是没有设置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目前的这个创流是不对的 这边显示器既没有黑掉 然后我们这边分辨率也不对 这是一个 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了 不好的情况是会直接黑屏 两边都是黑的 那这就这就是我说的 它有可能会黑屏的一个情况 这个估计是我没设置好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设置一下的 我们到设置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分辨率 好 在管理我们编辑虚拟显示器的一个分辨率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小点 它这边的这个逗号是英文的逗号 然后这边它还有一个空格 所以一般的话我们直接复制上面的 就复制 然后粘贴到下面 然后我们再去调整对应的一个文字 数字 比如说我这里是3200 然后1440 我们可以到这里面看一下 看一下它最高支持的刷新率是多少 是120 120那就不用改了 这里我们选择保存 然后就可以拆掉 然后在这边 它会自动藏出一个设备管理器来 我们在这个的显示适配器这里 我们找到这个 然后禁用设备 然后等它禁用 禁用好了 然后再启用 就是重启一下嘛 好 启用好了就OK了 确定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了 恢复创流 那这边就是直接创流到了我们对应的一个画面 而且它这边物理显示器它是黑屏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物理显示器它是黑屏的 好 我们回到这边来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结束一下 退出创流 那待会这个物理显示器就会恢复 那还是非常棒的啊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 我们添加对应分辨率的一个操作 千万要添加对了啊 你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都是这个虚拟显示器的分辨率添加错了 好 我们来看 注意后面屏幕的效果啊 我们点击 窗流 你看现在是一个对应的分辨率对吧 而且背后的屏幕是直接按下去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结束掉 然后在这里 点击退出窗流 你又会发现后面的屏幕又亮了 就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细屏啊 细屏创流和创流结束后 然后物理屏幕再亮起来 这是我调整的一个桌面 这是手机啊 红米的TOP3 我们点击创流 注意 它也是同样的调整到了对应的分辨率 是不是特别赞 而且这个壁纸我都是用的一样的 然后我们一样的结束窗流 然后在这里点击退出窗流 好 这里在退出中 退出结束 屏幕亮起 然后对应大家的另一个需求 就是直接窗流成为电脑的一个副屏 在这边我们的设置是保持默认的 然后在这里 既用其他显示器 只使用指定显示器 这一块 我们直接选择自动激活指定显示器就行了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等它好了之后 我们直接在这里窗流就行了 那这样就是一个指定了下面的副屏 就是它的一个显示器的一个副屏 然后我们每次会放在固定位置的话 我们直接就可以设置一下屏幕的一个位置 标识一下哪个是1哪个是2 那2的话就是在它的下面 好应用 那就OK了 然后2的话这边是开了HDR 我们把HDR给关掉 就比如说这里 我们直接把HDR给关了 然后这里重新来一下 好OK了 我们再窗一下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屏幕了 这就好了 但下面的亮度还是有点太高 直接切换一下 平板的亮度就行了 然后这就是一套本地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延迟的 而且是对应分辨率的一个副屏 到这我们就安装好了 并且设置好了军地测试器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除了可以细屏创流 我们还可以结束创流后恢复 这太酷了好吗 我们的服务团搞好了 客户团咱们也得上好的 目前有三个版本非常有特色 我来给大家强烈的推荐一下 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 Moonlight月月板 它是基于二一大佬开发的 这个基础上又加入了这个角月联 就是它可以直接在外面 以任何网络直接去连接我们的电脑 当然电脑上面 它也要有那个角月联的这个客户端 然后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它整一个基础的一个功能 它有这个性能监视图层 就这样一小块 而且是不会遮挡的 而且这个UI也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也可以发送特殊按键 那其他的就没了 那我们可以结束串流 就比如我们现在是连接不算的状态 那我们点击角月联 这里连接 然后这里它会跳个连接成功 然后上面的话它是有一个VPN 然后其实这样就是在一个内网状态下的 那这就好了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黑月亮 黑月亮的话 它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然后我们看 旁出软件盘 这个非常平常 然后启用平移缩放 然后它有一个旋转屏幕 就是它可以这样子旋转屏幕 然后它有高级菜单 高级菜单 它这里有鼠标的模式 多点触控 然后禁用触摸触摸板 这些都是非常好 然后显示隐藏特殊按键 显示隐藏虚拟全键盘 我们看一下虚拟全键盘 它这个是真的非常屌啊 就是你可以在手机里面 输入所有电脑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Windows 我们双击才会确认 现在是连接有点慢 我懂了 这个是按下 然后这里你搞一些什么组合键什么的 就非常的方便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 那这就是一个斜屏 真的非常屌 真的非常屌 有这个需求的 就是有办公需求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需求的 用这个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黑月亮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高级菜单 显示或者隐藏 这个可以关掉 那它同样的也是可以 发送特装按键 这些都是OK的 都没有问题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特装按键有哪些东西 好 然后我们还有第三个版本 第三个版本是 王冠版 王冠版的话 它是一个专门针对游戏的啊 就是它在里面可以设置非常多不同的一个配置 然后也可以设置虚拟手柄 你可以自定义非常多的功能 然后你需要在设置里面去开启一个超级功能 这里它有介绍 它这里介绍的是创流中一些自定义的按键和一些设置 并且将这些保存到自定义快捷键可快速切换的配置中 这里可以导入 这里也可以导入配置文件 导入配置文件 也是B上的一位UP主做的啊 西瓜Hub 然后在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个配置模 配置设置啊 有哪些配置 加一的配置 这些配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编辑模式 然后可以新增按钮 你看新增在这里 这里有个A 然后你按住这个A 你可以在里面 或者你还可以自定义 嘟嘟嘟 你看 变框颜色 这些都可以 然后这里有这个普通的模式 然后开光的模式 然后这些变框的颜色 圆角厚度 然后鼠标灵敏度 见直 然后可以在这里全部自定义啊 这个是真的非常牛逼啊 就比如说WO 这些都可以 然后新增按键 新增十字键 然后可以自己去自定义 然后 键值 WA 这些这些 然后也可以自己去设置 去自定义 这是真的非常屌啊 如此这样一套配置下来 你应该和我一样 可以随时随地 随心所欲地 创流上你喜欢的游戏了 是不是非常赞呢 但这一套是非常适合PC主机的 最近黑神话要上了 而这不得想玩就玩 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喜欢玩游戏的朋友 第一次看这类视频的朋友感兴趣了 也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创流教程 是真的非常不错 这是我玩过最科幻的事情了 希望你也可以分享到这份快乐 这套下来 本地复评 局域网创流 公网创流 远程开机 西屏创流 各种魔改的客户端 大家基本上就可以毕业了 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创流世界 也记得多多支持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 也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云飞 记得点赞搜查 那我们视频进去 再见